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16号星期五 中国现在中国足球出了未来和希望了 是在哪儿呢 在贵州的荣江村 他们是一个县城 县城的 然后搞的就是他们县城里面各个村 然后每个村会组织一个队伍 然后大家一起来踢足球比赛 然后踢完之后特别的火爆 踢的也好又精彩 然后特别的干净 很明显的就没有那些假球的东西 然后当地人民又好客 所以很多人都开车 大老远开车过去去看一场球赛 经常有的时候他们搞一场球赛 能有几万人在现场观看 热闹非凡 然后他们就说 而且还有村里都是各行各业的 他不是职业球员 都是什么铁匠 要不有的甚至是种地的 然后修车的 反正在家凑一块 说这踢出了中国足球的希望 这种时候 大家本来球迷都挺高兴的 就说中国足球还有希望 还有未来 老百姓的民间对足球还有热情的 很多人愿意去参与 结果足协来了 足协抱着说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不断推动发展足球事业 要制定一个赴贵州省开展的 县乡足球典型案例的调研工作 说主要三个方面 第一 对荣江县足球联赛整体的情况 要进行一次初步的调研 想要去了解一下 村超联赛创新的做法 以及爆火的经验 为什么这么火 第二 要调研的关于该联赛带动了当地 社会经济和发展成果方面的经验 说给当地的经济 因为好多人 大多年几万人跑去看 然后还有各种小商小贩 在那卖各种 不知道烤串 卖水 卖啥的 在那反正为他们服务 知道吧 所以就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旅游什么都有 第三就来了 说调研一下基层足协的 建设情况 足协的计划为基层赛事 提供服务和保障 全面推动的基层足球人口注册 你知道注册成职业球员 很多球迷就对足协来了之后 要什么基层足球人口 进行注册管理 就很担心 觉得最后春操 他们村举办的超级联赛 最后可能因为 无牌无照 没有牌照 比赛就不能举办了 因为你现在你要举办比赛 到一定级别的话 要足协 要批 审批 核准 你知道吗 你包括连裁判 都得是足协认证的裁判 然后球员也都是 什么注册球员 你知道吗 所以球迷 现在跪球足协 高抬跪手 说能不能放过我们 好不容易 这个球高高硬硬的 享受点足球的快乐 足协一来就要完蛋 如果村超联赛在未来的比赛时间 比赛人员 比赛地点 还有赛程都要经足协审批的话 现在的村超联赛实行的各小组 推举制度 参赛人员选拔都是公平公正 足协只要一进行注册审理文的话 就可能会有各种猫腻就出来了 知道吧 而且从规则上来说 足协对县级业余联赛是没有审批权的 我们这个级别太低了 是我们县各个村搞的 都是这种业余搞着玩的 所以这个东西 首先足协没有审批权 其次也不需要的足协同意 只要县里相关部门做好预案 按预案办就可以了 这都是县里管的事 跟你没关系 说让足协赶快走人 赶快走 去哪儿来 凑上来的去哪儿 说中国足球就被足协搞坏了 然后外地有一些企业也都特别高兴 要计划去赞助村超 说范志毅还表示会率队 他会组织一个足球队 去了之后 到这个跟村超联赛 跟他们进行的这个打赏友谊赛 大家交流一下 然后香港 他们什么陈百祥 黄尔华 他们也有一个 香港明星足球队 他们也说了 也要去参加春涛的比赛 跟大家一起交流 切磋一下 然后就商机 然后外地的一些企业都说 那我们来赞助 然后咱们在网上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可能还要打赏 什么的吧 反正就可以搞点 反正搞成这种商业的这种商业运作进去 那么贵州村超联赛 主办方已经回应了 说贵州村超联赛不接受任何赞助 说您别来 别打乱 说这一旦有这种商业介入了之后 就很快就变成一场生意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这里边又开始买卖球员 然后他们又开始成了 有球星 然后代言乱严八道的 这一进来这彻底就完 还有韩乔生老师去了现场 参与了村超的比赛 在现场进行的现场解说 说刘国梁传给邓亚平 然后邓亚平一个扣篮球尽了 韩乔生老师每次都是嘴特别瓢 说着就把词曲解说成篮球了 然后韩乔生老师 认为他解说了几场比赛 他认为春超联赛 村里里面的超级联赛的质量 现在比中国的中超联赛的还要高 说中超现在完蛋了 甲球遍踢 踢的都胡踢瞎踢 反正说这么个意思 不管怎么着 这说明什么 说明基层其实对足球还是挺有热情的 基层老百姓在参与 网上你在YouTube上搜就行 你就搜贵州村超 你就能搜出来的很多视频 看了踢的还真的不错 大家都很认真 然后比赛还挺正规的 现在反正也是民间它发展了 然后民间老百姓手里都有点钱 所以就自己 其实自己组织大家凑个份子 凑少钱 都能够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挺好 而且他特别的纯粹 老百姓的参与也特别的高兴 比赛真实性比较高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知道吗 大家就想看一个 就看一个真 大家真的是努力在这踢的 有这个态度的比较认真 而不是来了之后 就是说大家商量好了 就是说这场你赢 那下场我赢的 你知道吗 他不是对那样的 就没意思了 你懂吗 大家就哪怕就踢的认真 然后激烈 然后大家都拼尽全力了 就好 这个东西 其实对于中国足球 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好处 这里边可以让基层 很多人愿意参与进去 愿意看 然后愿意踢 然后回来 一些小的小朋友 年轻人也参与进来 我前几天 经常有小伙伴给我发一些视频 都是什么日本的小学生 小学生联赛 还有什么英国小学生联赛 都给我看愣了 说实在的 真的 你如果就是远距离你看的话 你真的不太看得出来 是小学生在提 那个提法 那真的就是非常的有板有眼 你知道吗 所以 就是说 就是你看看人家 对不对 你再看看咱 然后最后我还是 也是替全体的中国球迷 对足协说一句话 希望足协高抬贵手 中国足球好不容易有这么一点 希望能不能不要把他扼杀在摇篮当中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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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